那為您視訊連線外錨頭鍋董事長 朱成志 朱董事長 朱董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好 朱董在今天這場地震 有沒有震段短線的多頭趨勢 我認為是沒有的 只不過今天的震盪幅度 稍微大零點 但是這個大並沒有超過昨天 昨天漲了244點 今天最大的震盪也不過197點 收盤跌128點 所以我認為 漲的超過了跌的 那麼甚至這一次大家覺得很有趣 一個網紅發了一個巴菲特買台積電的假消息 都能夠造成股市的上漲 那麼所以看起來 台股仍然是走多頭的 這個方向是沒有什麼改變 那地震沒有震段多頭路 那麼地震有沒有改變主流結構呢 那麼在今天 有沒有看到地震相關的重建概念股 表現非常強勢 這是短線的嗎 那麼下週的主流會在誰身上 我認為這個所謂的重建 什麼災後重建 台灣沒有災啊 沒有那麼嚴重啊 所以長這種中鋼構 就大家想像力太豐富了 想太多了 其實這些都不是真正的主流 真正的主流啊 我們必須要核心的來觀察 那仍然是跟AI這個主題有關 為什麼這麼提呢 因為我們才剛剛不久公佈了 日本 韓國 台灣 三個國家最新的PMI指數 這三個PMI指數都不到50 所以這告訴我們一件事 就整個氣氛不是太好 另外我們剛剛才公佈出來 去年的整個總獲利嘛 包括第四季的總獲利 上市上規公司加起來6500多億 其實數字也不好 我們的總獲利的數字呢 在去年是跌破了3兆台幣 可以說2021年是歷史的最高 2022年是歷史的第二高 2023年是歷史的第三高 我們用阿Q的心態來說 第三也不錯 也是歷史上三高 但它的趨勢告訴我們 去年沒那麼好 而真正好的核心 都在跟AI有關 而第一季我們很可能就 整個獲利的上市過夜加速 就會超過去年的第四季 那超過的幅度可以達到多少呢 假如去年第四季我們賺6500億 今年的第一季就要賺到拼9000億 9000億當中最主要的核心第一個 互國神山台積電 所以我必須要這麼講 今天網紅開著這個玩笑 把巴菲特來買台積電 這件事情宣援出來 也許這剛好在相關相關碰到死耗子 剛好鬥在一起 基本上就是台積電的條件的確是好 所以你看 目前相關的這種網路設備的股票 或者說是半導體設備的股票 仍然相當的強勢 在4月18號台積電法說會之前 我認為設備股仍然維持一定的溫度 但是真正最賺的核心 我們要看 今年前兩個月 我們所公布出來的營收數字 在AI的這些伺服器當中 其實最亮眼的是偽創 但是我們看到了3月份以來 漲幅最大的是鴻海 鴻海這個大牛翻身了 是翻在哪一天了 是翻在3月14號 鴻海的法說會的這一天 因為劉洋偉這一次 跟一年前的法說會話都不一樣 一年兩年前 我們看到劉洋偉每次發表談話 重點都是講電動車 電動車電動車 現在電動車他這一次不太講 不太講就對了 他這次講的最多的題目就是AI 他的AI伺服器的比重也拉高了 然後甚至於 我們看台灣的電子五哥 這裡頭所有跟AI比重的 這部分的業績 很可能不只是兩位數字的成長 甚至像偽創有提到 三位數字的成長 那就是100% 所以如果我們這麼看 紅海能夠在三月份 最高紀錄漲到五成 至少它漲到40幾個% 那麼紅海這個棒子已經衝到了 從100塊大關的邊緣到159.5 當然它很可能還會有最突破的空間 但它已經帶動出來了廣達 廣達本來不太動的 也是在最近被紅海逼上來 逼到最高299塊 299塊已經超過去年的高點282塊 那如果再來看的話 只剩第三個 那就是看偽創 因為偽創呢 它的一二月份的營收數字 還比去年同期成長的 在這個部分 它比廣達的一二月的營收成長力還要好 相對的位置還更低 所以今天呢 它曾經也是一度的上漲 衝到了130之上 我覺得這種位階 相比去年它的高點是161.5 可能有機會接吧 好 謝謝外保投顧 董上 朱誠哲 朱董上接受我們的視訊聯繫 那麼過去也有過大地震 當然這一次不能夠類比921 因為災情不同 因為921那次實在跌得太深 跌得太久 讓我們很擔心 所以這一次呢 這一次大地震會影響到 不管是指數還是個股會有多大 對 從過去的一個經驗有影響 但是影響其實幅度不是那麼大 那我們來看 這個921的話 1999年的921是7.3級 那這些東西 我們等一下跟各位報 我們先看7.3級這一次 那我們看圖詢的部分 那因為當時921發生的時候 政府大概停四兩天 哦 因為他暫停交易了 對 暫停交易兩天 然後中秋節的話休假四天 所以他是在9月27號開盤 開盤確實是跌 對 那一次跌幅很大 對 然後第二天再跌 但是我們來講一個禮拜 那這個三天反彈 所以其實他的一個禮拜的時間的話 其實他只有跌2.66 其實還好啊 正常有時候漲跌 這個幅度都是在可以控制的範圍之內 那我們來看一個月的時間 這樣來看一個月的時間 他只不過是跌3.34 那後面三個月的話是漲5.65 所以9二大地震 拉長時間來看其實還好 所以9二大地震已經7.3級 很大很大很大喔 但實際上他影響不是那麼大 所以他最激烈的反應就是 第一天第二天 然後那天時候真的大家小懷疑 哇 跌得很深 可是我們拉長時間來看 並沒有跌得那麼長 對 那我們再回到 剛才我們說說 找一些地震比較大 但是他死亡人數比較多了齁 那在2002年3月31號這次的話6.8 但這次因為死了15個人 所以當時這個氛圍的話稍微比較差一點 那一個月的話齁 大概是跌了10.93% 但是後面你可以發現慢慢大家就比較適應了齁 像這個所謂的2006年12月16號7級 蠻大的 那這個只跌1.59 一個月的時間只跌1.59 還好啊 然後2013年6月2號6.5級 他是跌2.33 然後2016年的2月6號6.6級 他是漲3.67 沒什麼跌 然後2018年這個跌2.6 然後2022年的9月18號的話 是跌3.5 所以也許會有影響 但是影響的幅度其實是短線 影響的波段來看的話 其實長期來看 它影響不是那麼大 那地震的受害產業跟受害產業 也是短線影響嗎 對對 那我們來看 當然一開始我們都看台積電 剛才有所講就是說 這個有受到一些 6000萬美金的一個影響 所以它影響到它的毛利 為什麼尾盤沒有反彈上來 因為剛才所講的有兩個假設 第一個假設的話 是6個小時之內 6000塊錢美金損失 如果超過6個小時 如果超過6個小時 如果沒有辦法在6個小時之內 就復原的話 對 它的損失會擴大 災情就會擴大 對 然後台積電它的設備的話 主要是按7級的地震來設備 那今天是7.2級 那超過了 那後續會是怎麼樣 不曉得 所以變成為什麼尾盤沒有拉 還稍微殺的話 是大家還在看 變成它是一個注目的焦點 你到底情況是怎麼樣 我先不動 所以今天的話 可能就是跌了稍微 10塊錢尾盤沒有做拉伸的一個動作 那聯電或的利基電 沒有狀況不明 但是你可以發現說 既然如果這個就會有損失 比如說你食銀管線損壞掉 你細菌也毀損掉 你就要設備啊 那設備就要去補充啊 設備反而它可能拿到一些意外自償 你看薰穎的話一開盤就急啊 那為了是像軍豪 或者是像亞翔 反而是半導體設備的股票 反而是反彈上海 所以變成說一折以休 一折以洗的話 兩個的話是不太一樣 但是過去我們傳統就是說 一想到如果是要反彈的話 第一個想到鋼鐵 水泥鋼鐵的 所以一開盤的時候 你看這個新鋼 一開盤就幾乎開漲停 中鋼購一開盤就開漲停 但是我們發現就是說 因為過去鋼鐵股這段時間 大陸因為那邊供過預求的情況 盤價一直跌 沒什麼獲利 所以感覺上 好不容易漲停趕快賣趕快賣 那種散戶賣的賣要比較重一點 所以沒有拉漲停板 但是相對它是一個強勢 第二個水泥921那個時候 台泥7天漲30% 921那一次 那不一樣 災情不一樣 不一樣 那今天一開盤沒有開高 因為它其實它也有一點怎樣情況 因為花蓮震災它主要是在花蓮那個地方 而且花蓮和平工業區的港口 撞械機有摔下來 這會不會影響它的出貨 所以它表現就沒有那麼強了 所以台你跟環你的話 就沒有想像那麼強 那另外電線電腦 不過或許耳後也可以觀察 不過這段時間已經漲多了 所以今天反應就不是那麼激烈 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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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ish